狂输35.9分 全红缠疑似受伤 完败陈玉希恐丢冠 周济红一针见血 2024年多哈跳水试锦赛 女单十米台预赛已经结束了 中国名将全红缠在第一跳出现失误 陈玉希则是完美发挥 最终陈玉希以435.20分排名预赛第一名 全红缠则是落后陈玉希35.9分排在第二位 并且从现场情况来看 全红缠疑似受伤 现在又落后陈玉希 想要夺冠并非易事 陈玉希此前三次参加世锦赛全部夺冠 完成了世锦赛女单十米台三连冠的壮举 这次陈玉希再度参赛 目标自然是第四次夺取世锦赛冠军 全红缠此前两次参加世锦赛 但两次都输给了陈玉希 无人夺冠 并且在双方此前的12次交锋中 全红缠以4胜8负处在下风 不过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 全红缠击败了陈玉希夺冠 本次多哈世锦赛 大家最关注的自然是 全红缠和陈玉希再度展开对决 甚至可以说 两人之间的每次交锋 都会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首先开始的预赛 全红缠第一跳有些失误 仅得到73.50分 随后登场的陈玉希表现出色 得到82.50分 第二跳 两人都得到了86.40分 不过第三跳 全红缠又有一些失误 仅得到76.80分 陈玉希的表现依旧很稳定 得到89.10分 允先全红缠已经超过20分 此后 陈玉希的状态越来越好 反观全红缠依旧很低迷 最终 陈玉希以435.20分 拿到预赛第一名 全红缠则是以35.90分的差距 排在第二位 就从预赛情况来看 陈玉希的表现非常好 是全场唯一一位得分 超过400分的选手 虽然全红缠排在第二位 但跟陈玉希也是35.90分的差距 并且从两人以往的交手记录来看 这个分差都是非常少见的 可见陈玉希这次的发挥确实很好 其实之前周介红就曾点评过 全红缠和陈玉希 当时周介红表示 两人之间的水平在伯仲之间 谁输谁赢都很正常 但是全红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心态不如陈玉希稳定 这次预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第一跳全红缠出现失误后 心态明显出现波动 导致后面又出现失误 在前面的一些比赛中 全红缠就曾希望广大网友 能够给他一些空间 因为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这些都对他的表现会造成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全红缠赛前在接受采访时 右手的手腕还缠着绷带 疑似受伤 这或许也对全红缠的状态 造成了一些影响 希望接下来的决赛 全红缠和陈玉希 能够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对决 感谢观看